在佛光山极乐寺庙章住持带领下 极乐寺一行人先到基隆市警察局 致赠一千个N95口罩 给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交通的警察人员 协助他们做好防疫工作 也受到警方的由衷感谢 这个疫情有在升温的情况 所以我们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这个特别捐赠给我们基隆市的警察局 所有的警察同仁一千个N95口罩 希望他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都能够平安吉祥 因为他们的心情付出 为民保安所以非常辛苦 那我们也能够尽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力量 那带给社会一个安定 平安吉祥的因缘 警察局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 佛光山极乐寺捐赠了这个N95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给我们外勤同仁一个坚强而有力的一个保护 在这边特别感谢感谢 随后吉乐寺一行人再到基隆市消防局 同样捐赠一千个N95口罩 给火里来水里去的打火弟兄 协助消防队员做好自我防疫和防护 同样受到打火弟兄的感谢 一个发心的力量 那也捐赠了一千个N95口罩 给我们基隆市的消防局 希望所有这个英勇救人的消防人员 都能够在执勤平安 那希望疫情也赶快平息 大家都能够消灾免难平安吉祥 我们感谢吉乐寺对我们的照顾 那在我们救灾行与 然后捐赠我们一些物资 让我们做我们的后盾 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预估 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将再度升温 佛光山吉乐寺特地各捐赠一千个N95口罩 协助警察和消防队员不用担心防疫物资 专心执勤 让市民朋友可以安居乐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